大家好,我是Telence 我是Cindy 今天我們就開始去到腳的訓練 見到Cindy已經急不及待地 已經擺好姿勢 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其實女士練腳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真的幾個非常我要給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有很多時候其實我們如果想 例如消脂減肥的話 經常我們會想著不如去做大運運動 去跑步 但是有沒有聽過呢? 原來跑步跑得太多 而又不去做適當的肌肉訓練的話 原來是會導致肌肉流出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有去跑步做大運運動的話 也都會建議同時加入腳的訓練 那為什麼說 不是啊,我上身都要做 下身都要做 為什麼我特別說 下身是特別重要一點呢? 我猜一下 為什麼呢? 是腳的肌肉的比例增多? 對啦,沒錯啦 因為腳的肌肉量多啊 那所以呢,我們練腳的話 其實同時間都有消耗我們卡路里 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在裡面 好,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去講解 如何去到練腳了 那現在來的這個動作呢 就是Squatch 那就是蹲起了 那我們會做一個 鍛鍊到我們大腿和臀部的位置 首先呢,我們兩隻腳呢 站平我們的肩膀那麼闊 如果你覺得是站得不太穩陣的 可以闊過肩膀都可以的 那Sindy現在OK 她也是站平肩膀那麼闊 腰背挺直 跟著我們這隻手呢 就可以跨過我們背後面上來了 那跨上來的時候呢 好像背書包一樣的 背著橡筋帶在我們肩膀的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這個動作了 那我們下來吧 吸氣 上去 呼氣 下來的時候 落到大腿水平地面 然後 呼氣 上來 這個動作呢 就是為什麼我之前說 條橡筋帶要用條長一點的 如果你沒有六尺長的橡筋帶 這個動作你會是有機會做不到的 接下來就是跨步蹲 這個動作呢 會是鍛鍊到我們前大腿 後大腿全部 一樣可以做到的 首先 我們會是前後腳站 前面的腳膝 不要過腳尖 然後呢 整個身體呢 都是挺直的 跟著 隻手呢 都一樣好像剛才一樣 在背後面 跨過我們肩膀 然後呢 抱在肩膀上面 我們固定在這裡就可以了 吸氣下去 下來的時候 膝頭不要過分前傾 不要碰到地面 呼氣上來 上來的時候 我們腰背要是挺直的 由於這個動作呢 其實是用你自己的體重去做的 還要再加上橡筋帶 其實都很辛苦一下 所以這個動作呢 做到的話 就保持回15至20下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呢 量力而為 做得幾多下 就幾多下就可以了 好了 剛才呢 大腿的訓練呢 就已經和大家示範過了 那麼其實剛才的動作呢 是一些徒手的訓練動作 再加上橡筋帶去做 那所以呢 其實是難度是更加增加了的 就是阻力會再高一點 是的 阻力會大了 那所以你剛才都做到呢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會不會變成腳粗呢 很害怕啊 如果你做得到那個下掃的話呢 其實不會那麼容易腳粗的 那麼如果你說真的我們 如果我們是要練粗對腳的話呢 其實我們是說要揹著 百幾二百磅 百幾磅其實都未夠啊 真的要二百磅呢 才開始去到練腳呢 才開始叫做有些成果 二百磅是你的準則 但是在額外揹著 不是你只是自己 我個人都百幾磅啦 所以我蹲下起來都已經百幾磅 不是啊 是額外再揹著百幾二百磅 要這樣才會 都不是說很多 其實都是好力多少少 所以呢 做這些呢 不用擔心的 最緊要呢 就是下掃和早掃做多些少 去回耐力的訓練那一邊 這樣我們就會得到修善條的效果了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